美国国税局指出,邮件于窃取社会安全号码来提交欺诈性税表和领取退税的情况相当猖獗。 为了防止相关犯罪层出不穷,美国国税局将会使用新科技,透过扫描每一份税表来追查欺诈迹象。 换句话说,如果系统自动监测到可疑的欺诈税表,国税局将会向纳税人发送可能身份被窃到的通知信函。 此外,纳税人需要注意,相关信件分成四大类。 第一是5071C号信函,纳税人收到此信,必须使用在线工具来验证身份和税表信息。 第二是4883C号信函,纳税人收到此信,需要打电话给国税局,请子说明。 第三种是5747C号信函,纳税人收到此信,必须亲自到当地的纳税人协助中心,核实身份和税表信息。 第四是5447C号信函,针对美国境外的潜在身份盗窃,要求纳税人收到此信,需使用在线工具或打电话给国税局。 此外,身份盗窃的受害人还可以上联邦贸易委员会官网查找更多资料或修复身份。